再繼續往下看一下 你現在這樣就滿意了嗎 你太容易滿足了,我不滿意 還有很多可以玩的 一樣的,其實我們剛剛講假上科技那邊的Cloud Animate 有沒有支援SBG 一般的點燈圖一定大家都支援的沒問題 那SBG他也支援 所以你如果想要把自己的圖檔放進來就找左上角這邊 右上角 右上角這邊有沒有添加本地的 你就可以從你的下載檔案法叫進來 當然其實因為是本機的嘛 所以其實也可以比較快的方式 如果你下載了 我剛剛有下載了,好像是放在下載那邊嘛 你可以直接把檔案中打開,按著就丟進來就好了 有沒有這樣就進來了 這個SBG 有沒有一樣進來 這樣不是比較好嗎 對不對 那 這邊 跟大家提一下 我們剛剛提過其實SBG 有沒有都是區背好了 沒有問題 但是這一張 是剛剛線上產生的 他沒有區背,那怎麼辦 這個軟體有提供區背的功能 當然啦,我必須說他不是說 很精準的 但是基本的 像這種背景 是可以的 來 看一下我點到這張圖 我們往下 右下角這邊 我先把時間走稍微變小一點 把他收起來 好 你看我往下走往下走 有沒有看到 這個不是區背的 這裡有一個我順便提一下 裝修效果有沒有 有的把這種翻做什麼 叫做裝飾 Anulat 或者那個叫做 註解之類的 但是你看一下 事實上這個效果 就叫做遮罩 如果你有 上過我們上一堂 海報的 有沒有很多遮罩效果 你就 你被擠進去 有沒有就有了 他內建就有很多 這樣的效果啊 你就 你還可以自己調一下 他的大小喔 如果剛好切到了 你還可以 塗有沒有 稍微移動一下 好那你就給他確定 有沒有 泡用那個遮罩的感覺了 了解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也可以從這邊 事實上你也可以自己定義 有看到嗎 自己定義就是上傳自己的 你自己做好區背的那個 效果 就自己放進來也可以 那如果你需要一點點合成 夠 這樣可以嗎 你就可以加一點 他等同有一點點 影像處理的概念 那這個大小一樣可以自己調整一下 位置可以自己調一下 對不對 加上效果 這裡有 陰影 他就有一個陰影 不過這不太適合 邊框的我們順便看一下 這裡有像框 有沒有你就可以找一些進來 對不對 找看看 看你要哪一種的感覺就是把丟進來 好但是這個可能就不是 那麼適合就不要了 丟掉 好 所以 這次給你看一下 裝飾下我們往下再走 往下再走 走到最下面你就會看到這裡有一個 這個 有沒有圖片編輯器 我們要的就是這個功能 你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呢他會另開一個視窗網出來 有 進來了 這裡呢是基本的影像的編輯 我們要的不是這邊 是旁邊這支工具 這支工具 有沒有看到去除背景色 就是這個 點到他 你現在呢就來告訴他 你的背景是什麼顏色 用個滴管 吸一下 先應用看看 有沒有去掉一些的 當然我必須講他不是那麼精準 因為你這樣去背會連什麼 是會連手的這邊也有去掉 所以這要看你的 如果你背景比較單純的 尤其顏色差比較多的 這個就適用 那我們就把它 保存 請問 進來 有沒有就這個效果 但是因為我剛剛還有一個遮罩 還有一個遮罩 可是你有發現旁邊背景是拿掉的 這樣也是一種方式 這樣了解吧 如果你真的沒有什麼去背的 軟體的時候 你也可以用這個方式來做到 來做到 現在我重新再把它去背好了 看一下 這樣有沒有旁邊這邊就去掉了 對不對 這個是 他有提供的這樣的 一個功能 剛剛大家對手會 特別有感覺 對不對 其實 如果你是向亮的圖 你只要是向亮的圖 他本身這些 都有提供一個 這樣的效果 叫做 點線動畫 強調一下 只有向亮 SVG才有 你如果是點證就沒有這個 點證就沒有 你看我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 在時間軸這邊 他會多了一個 有沒有這個叫點線動畫 你可以先把你的 這個拉過來 有沒有這樣 慢慢畫出來 只有SVG才有這個效果 你把它點兩下 所以有些時候你要做一些什麼 線條的動畫的時候 這個也蠻適用的 也蠻適用的 你可以按一下這個預覽 有沒有這樣就拉出來了 拉出來 如果你覺得這樣 好像 還不是很OK 就要調整一下 其實他就是從A點 到B點 也就是說這些線條就好像一個連續的線 我從A開始到B要怎麼做 那預設的話呢 他會像這樣 會有點偏移 然後結束位置就是做完的 所以我現在把它調整一下 如果你需要他看到完整的 我通通把它拉回來 你再看一下 登登登登登登登 有沒有慢慢一直畫出來了 他就不會做任何的偏移 也就是說 我只要一畫下去 前面 都不做結束 就一直留在上面 那因為現在還有一點點不OK 是結束的時候 是不是還有一些偏移 所以我再把這個偏移再拉回來 這樣就會完全一致啦 你就會這樣 開始就畫畫畫出來了 有沒有 像這樣子 那如果確定 就OK 所以像這樣子 這樣這樣這樣 進來 有沒有就進來了 但是你做完了之後 是圓圖還要出現一下 不然這樣會嚇死人嗎 因為他是線條 他就是變成線條 沒有填色 沒有填色 所以你可以把 你的圓圖再把它調進來 你就來這邊 按個加 這個就不要點線動畫囉 我就把點線動畫拿掉了 這個 把它拿掉 點到他 可以清除一下 糟糕 這樣一清除 然後兩個都不見 你可以再叫一次進來 等於說你叫第二次進來 等於說我有兩個物件 你如果要 這個再出來 我再丟進來 現在的位置我就放跟他一樣 是放在這裡 可是他出現的時間怎麼樣 往後退一下 你看一下這兩個 我把它放在一起 現在是一起的 所以等到他 這個我就往後退一點點 因為剛剛這個做完是不是到這個時間點 後面是不是接著他出現 這樣你就會有 畫完了 還沒畫完 手繪的 往後退 往後退 退到這裡來 疊在他上面 畫完了 有沒有這樣出現 如果那個時間 沒有調好 就是要微調一下 這樣可以嗎 就可以 有剛剛類似手繪的那個感覺 好 這是給大家參考一下的 好嗎 你看 感谢观看